東陸七十八號 你要開始導航嗎? 請說台灣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 中正東陸七十八號 你要開始導航嗎? 七十八號 請說 主目錄 在幹嘛? 名副其實兒童 沒有我在陪後面那位玩 不然等一下他又哭又鬧那就麻煩了 你有看過十六歲的拿iPhone嗎? 有啊 現在小學就拿iPhone了好不好 你不知道現在小學生 小朋友多可怕 幾歲就在玩iPad iPhone的 好吧 有點訓掉 i hit the function, hit the rose, until i hit up i hit the stage and leave with money that say stick up she picture perfect so i told him i'mma flick up bill i'm in the mood for a change up i leave the city and return with my change up i leave the city and return with my change up they got anesia, don't remember how they played us Hello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小薇 那我們現在要出門喔 因為聽說今天有個很屌的車劇 那我們就不騎我們的小蘭 還有我們的小馬哥了 今天不開車 因為叫了一台Uber 我們想說來這邊接你了 本來以為我會從警察局走出來 沒錯 你知道有時候我那個坐計程車回來嘛 然後我就說那個不好意思大哥 停在警察局就好 他說那個 您是 您是長官啊 我說沒有啦 你要說對 沒錯 你現在就跟我進去拋個殺 好啦 沒有錯 今天小薇叫的Uber呢 長得比較特別喔 那個特別的大台 看都沒有看過的車 這應該是那個台灣版的終極殺陣 你有沒有看過 有 我看過 台灣有沒有 這就是那個我們 我小時候常看的白色計程車對不對 對 等一下是不是有個按鈕 按了之後 它就會飛了 沒有 它會這樣起來 然後換輪胎 然後它會在那邊這樣換那個方向板 所以等一下不管是下雪 等一下那個機關槍就會從外面長出來 等一下不管是下雪還是下雨都沒有問題 裡面都有藏很多輪胎 聽說有個很屌的車劇 聽說有個很屌的車劇 就昨天晚上半夜1點幾 要說要不要去這個車劇 二話不說 好要走啊 我們兩個真的是隨便 算是有點臨時啦 因為是人家臨時跟我講 我們這個就叫好揪開你知道嗎 對 好啦 聽說這個車劇很屌 如果不屌的話就請找姚龍大 有的話大家應該就看不到這支片了 就看不到這支片了 沒有啦 跟兩位大哥集的出來也是滿開心的 就當作我們日常飛便去逛逛一下車劇 還第一次做我們的大黃蜂 就算不好玩 今天能做到萬蜂 萬蜂 這叫萬蜂嗎 這叫萬蜂也很屌 真的太帥了有沒有 好啦 那就讓我們上去 稍微挺到 然後可能屁股往前坐一點 可以稍微舒服一點 沒關係啦 我才16歲而已 亞當你沒有什麼密閉空間孔俱陣吧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等一下我們就知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唷各位沒有錯跟著我們的姚大 感謝我們的白色計程車 剛剛還OK吧 還OK 剛剛有起飛啦 剛剛有起飛 然後亞當就又濕了 對 我的飲料直接啪 然後姚大剛剛很默默對不對 就是應該算早來 因為他到七點 到七點 三點到七 我們現在幾點 三點半 我們超準 我們超準時的 所以應該是很多車 等一下才會來 第一個主究是一個攝影師 攝影師 對 聽說拍得很厲害 他拍得很厲害 應該有IG 我們到時候可以去看一下他的一些 之前的作品 對 是那種醬的風格嗎 因為我覺得醬拍車也是 有點像 有點像 他拍起來會有點像在國外拍照的那種味道 喔 對 叫WalkerLong WalkerLong WalkerLong 我剛才看到他的車就在那裡 對 那台日本的就是他的嗎 對 你會那台水 喔 看樣子會有非常多的屌車來 不過因為現在還算早 那 那個亞當剛才一直說肚子很餓 我們就要先帶他去吃飯 又是我 什麼都是我 剛才最屌是怎樣 進來的時候 這一顆石頭 直接直接尬到那搖大的底盤 欸我們 我們三個人都嚇到 你知道我想到什麼嗎 因為我以前看到 國外有個 迈克雷仁 然後他的側邊是卡縫的 然後他就是要從一個位子出來 他直接破 然後破掉 他在側邊的卡縫 我剛剛也是在想說 會不會是我的保桿破掉 我覺得感覺超可怕的 這個石頭真的是低底盤的殺手 欸真的 對 我一直都在想說 我見到搖大 我想說以後的車也要改個 暴龜 低底盤 我現在突然 原來長好了 我剛剛為了偷方便 沒有把它升起來 其實要升起來 其實要升的 因為我剛剛一直以為是 已經是升起來的狀況 所以剛剛搖大的處理 全程都沒有升 都是低的 真的喔 所以下面只要有一點東西 就會摸到 喔 下次還是要升一下 真的真的 保管差點破掉 剛剛破掉就尷尬了 沒有 就是最尷尬的是那種車具的時候 開過去 然後落差很大 下巴直接掉下來 你有看過嗎 有 國外影片很多 反正就是我們等一下回去 先去吃個飯 對 然後再回來看一下 有沒有更多屌子 現在已經蠻屌的蠻帥的 對啊 跟著我們走吧 沒有錯各位 我們現在跟姚大 在旁邊的這家Seven 吃我們今天的中餐 今天的中餐 好像也可以稱呼為晚餐的 也是小偉的第一餐 今天去跑 跟小哲去北移 並沒有吃東西 真的假的一整天沒吃 真的真的一整天這個第一餐 都在騎車了 真的 今天真的是起爆了 然後我們的亞當呢 要飲料放在車上 過去拿了 剛剛天空一直有那種 很恐怖的打雷聲喔 希望等下亞當不會淋著雨回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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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唷各位 對沒錯 我們現在正要回程 耶沒有錯 後面看到一個鬼 那個 我在幫你打光 剛剛就看到非常多屌車 我發現剛剛 車距有一個 重點 也不是說重點 就是發現大家 都有把底盤給改低 這是不是一個改車的一個 基礎有沒有 去壓閉這很棒 現在感覺是 車距必備 車距必備 你不夠低 看起來就是 找人家一劫的感覺 有沒有 對阿 剛剛我跟姚達看到一個 非常好笑的東西 亞當應該沒注意到 剛剛有一台車要倒車 他必須要出去 可是他後面有個小坑 對 所以有人在幫他指揮 就是說 欸你那個漆壓要再升上一點 那個人就 思考了兩秒鐘 我不升 死都不升 死都不升 我可以 多低就多低 剛剛剛剛那個 一滴咪的身高呢 已經是本人最大的極限 對 就是要帥帥的出 帥帥的入場 帥帥的出場 大家都是有一定的尊嚴 有沒有 所以小瑋怎麼知道他開西亞 唉唷這個 剛剛 我其實一直都有在想 畢竟那個 現在這麼好的好朋友 姚大就改得這麼屌 一直都有在想 可是剛剛 看到姚大進場呢 K到一個石頭 我突然就 突然就怕了 你知道嗎 真的突然就怕了 對啦 好啦非常感謝姚大 跟我跟亞當 講的這次的車劇 也帶我們這樣子來 真的是開車辛苦了 對沒錯 我是小瑋 然後感謝我們姚大跟亞當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收看這集貝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